耶 怎么那么健碎 自己一个人来 你手上有拿那么久吗 一群人开心尖叫互相拥抱 实际节目民宿又迎来新客人需为您 不只成员们嗨翻 他自己也很兴奋 可能因为都是熟面孔 大家碰到的时候都 就已经是很开心很期待了 然后再加上台东真的是一个好山好学的地方 我们来到这个民宿周遭的环境啊 气温我觉得都是很像 有度假 实问您说这次是他首次来到台东 许愿可以做一些特别或疯狂的事 活动组长陈一涵当然要满足愿望 我对椰子有过敏的人 我等一下马上帮你安排了一个 气急的活动 就疯狂的活动 我没有 我要让你后悔你写了这些条件 11点半你就有几项疯狂的活动可以开始 好快哦 准备拍椰子树摘椰子势必笑料不断 而新一集男成员们有心宣布 我们三个男生 我们要去住三楼的房间 因为我那个 我心里头不能摊开你知道吗 他的心里 他的心里是这样子 开了然后还硬扳 头上摔一去再埋着一大 而且广城睡觉的时候 那个脚真的是在外面悬空的 短短以为是那个狗 然后才以为是那个玩具一直在叫 就连林欣如都觉得男生房间 好像员工宿舍很心疼 如今终于要换了 陈浩森更表示 爱群短短在睡觉时间将有专人照顾 不会再跟大家共整眠 看来之后更能好好养精蓄锐 提供最赞的民宿服务 TVBS新闻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